有网友问,60岁的女人还需要男人吗? 另一个网友又问,不知道年纪大的人,过夫妻生活是什么体验? 这一下让很多人无法解释,毕竟都还没到这个年龄,谁能体会呢?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不仅在生活中能包容对方, 还会在夫妻生活中也保持着和谐,这是爱情的前提,那么60岁的女人,还像年轻时需要男人吗? 很多人肯定会想,这个年龄的女人身体衰退了,各个方面都有了岁月的痕迹,要不要男人都已经无所谓了? 到底这个年龄的女人,还需不需要男人,我们不妨看看以下几位60岁的女人怎么说?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1.女人到60岁 过夫妻生活是什么体验? 张阿姨61岁 她说,年轻的时候像煤茶一样清甜,现在就像苦茶清淡 到了60岁这个年纪,的确是比较尴尬的,经常跟别人说什么夫妻生活 自己总感觉有点别扭,再说儿女都成家立业了,连孙子都上高中了 这种话题,在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的确不好意思开口 想到自己年轻那会,由于和老公结婚生子后,两个人的经历都比较旺盛 不仅可以把经历分散在工作和孩子上,在这方面也是有需求的 但是根据各自的经历和时间而论 记得那时候,老公经常出差,每次都要出去几天 自己也担心老公的经历充沛 只要过三天没回家,我都会及时催她回家 现在上年纪了,虽说有时候会短时间有那么一点小想法 但是也能稳得住 毕竟这个年龄两个人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才是最主要的 其他的就看得比较淡了,所以只能用苦茶来形容了 王女士,62岁 王女士自称,自己年轻和老公认识时 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 家里又迫不及待要催结婚 我们就匆匆相识,然后匆匆结婚了 婚后,夫妻之间的感情,虽然没说有多热情 但也不错,我是一个容易知足的女人 只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但事实就是这样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得很快 我和老公就进入了老人的队伍了 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心态也变得更加放松了 在夫妻生活中,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保持着放下的态度,不抢求,不拒绝 夫妻生活往往都是一大早 两个人都比较有活力 质量也比较好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公在婚姻生活中过得很好 经常会给我惊喜 老公有时候还会调侃地对我说 你可不要掉下队伍了,我也开心地说 不会的,你放马过来就是 每个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都有着不同的想法 生理也会随着想法而改变 但是我们在感情方面,大部分人只求稳重 在生活中,也就失去了那种风浪的生活 有夫妻生活,更需要陪伴 只有陪伴才能感觉到感情的温暖 在不同年龄能感受到不同的感觉 这也是人生中的一件美事 不管怎么样,生活是两个人的 事情是两个人完成的 幸不幸福也只有你们才知道 有时候,能顺其自然并不是一件坏事 二,老年人同房时,多长的时间算正常 虽然说年轻人的生理需求比较旺盛 但是老年人也是需要正常地进行夫妻生活的 可能对于夫妻生活的兴趣不如年轻的时候大了 但正常地进行夫妻生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老年人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坚持的时间多长才算是正常的呢 正常情况下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时间的长短与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 太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膳气比较充足 肾脏也比较健康的话 那么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保持20到30分钟 就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这样也能够满足双方的生理需求 而且身体也不至于太过于劳累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其实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已经慢慢的衰退了 这个时候肾脏自然就不如年轻的时候更健康了 而且体力也会下降 所以说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如果说时间能保持在15分钟以内的话 那么说明我们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当然有很多的老年人可能保养的身体比较好 比较强壮 体力也是比较好的 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也会坚持20分钟左右 这样其实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来说 也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不论大家能坚持多长时间 希望大家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夫妻生活的频率 不要太过于频繁 老年人过了50多岁之后 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一个月一次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太过于频繁 如果说太频繁的话 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适当的夫妻生活 能够让我们延缓衰老 更加有精神 状态更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地 控制好夫妻生活的频率 让夫妻生活给我们带来好的利益 而不是坏的影响 三 人到晚年 夫妻间最好的相处方式 彼此理解 互相陪伴 人到晚年 有人陪你立黄昏 有人问你周可温 有人问你衣可暖 这是多少老年人想要的生活 少年夫妻老来伴 人老了 子女都成家立业 过着各自的生活 老伴对于自己来说更是很重要 余生的路上 有人一直陪伴就是晚年的幸福生活 有些夫妻年轻的时候吵吵闹闹 你看他不顺眼 他看你不习惯 可是到了老年以后 却知道心疼彼此了 更害怕另一半提前离开了 人的一生 有老伴陪着 走到生命的尽头 是幸福的 一 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 是晚年幸福生活的开始 人老了 夫妻之间更应该理解彼此 沟通和交流 是维持夫妻之间关系最基础的方式 如果两个人没有交流 就等于没了感情 每天都个干个的事情 不知道对方想什么 不能及时了解另一半的心情 若情感遇到问题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矛盾就会越来越深 矛盾越深 两个人的婚姻关系 就很难维持下去 那么婚姻也终会走向终点 有人说 人老了 还谈什么情爱 其实生活中 无论多大年龄 夫妻之间都缺少不了爱 会爱别人才会爱自己 张大爷和他的老伴 就是靠彼此理解 更加恩爱了 张大爷和老伴都有退休金 张大爷退休金四千多元 老伴退休金三千多元 他们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都已结婚 并且都有不错的工作 张大爷的老伴 从小在农村长大 是家里的老大 家里兄弟姐妹六个 从小吃了许多苦 生活非常节约 直到现在 在花钱上也不舍得 可是对自己的弟弟和姐妹们 却非常大方 对此 张大爷的儿女表示 不理解自己的母亲 张大爷却十分理解自己的老伴 他们那个年代的兄弟姐妹情深义重 从小一起吃苦长大 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 娘家人更是隔舍不断的情谊 看得比自己都重 虽然两个人已经过了大半辈子 彼此已经很了解对方了 但是有心事不说 等着去让另一半揣测的话 可能猜来猜去 会让婚姻破灭 所以夫妻之间 要坦诚相待 多沟通 多交流 多分享 把事情放在明面上解决 彼此之前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沟通是良药 交流才幸福 二 互相陪伴 彼此温暖 共度余生 杨岚说 婚姻的纽带 就是在你最虚弱的时候 有它拖起你的下巴 搬指你的脊梁 命令你坚强 并陪伴你左右 共同承受命运 人老了 无论是从精神上 还是从身体上 都需要一个老伴的陪伴 子女上班忙 顾不上父母 当一个人有点感冒发烧 另一个人给对方端水拿药 相互陪伴 子女们也放心 父母也不会感到无助和孤单 一位大伯今年76岁 他的妻子今年72岁 三年前 大伯的妻子得了病 留下了后遗症 刚开始不会走路 靠双拐支撑着往前走 大伯就在妻子的身边鼓励他 陪伴他 陪妻子锻炼 身体 就这样一点点地 每天坚持锻炼 三年过去了 妻子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 不但可以走路 还可以做点轻松的家务 大伯对妻子说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 你可以好好地活着 等我老了 走不动了 还指望你给我做饭呢 大伯和妻子在老家相互陪伴 子女在外地上班也可以放心 人老了 和老伴相互在一起关心对方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时光 会更加懂得彼此 把对方当作依靠 携手共度余生 人生如系 几十年的时光很快过去 人老了 夫妻之间最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相互理解 共同陪伴 夫妻和睦 家庭幸福 愿每位老年人 在这悠长的余生里 都能够彼此理解 相亲相爱 相互陪伴 一起去看日出日落 笑看云卷云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